在新北市三重區發生的這起竊道 結果鬧出人命的事件 因為有兩名沒有電工技能的竊賊 闖進了工廠想要來偷電纜 結果其中一個人因為誤觸高壓電 所以陷入昏迷 而他同伙怕事蹟敗露不敢報案 反而花了30多分鐘去找朋友來幫忙 就算回到現場 幫這名昏迷的男子不斷做CPR 還是沒有辦法救他回來 最後送醫之後宣告不治 而這名男子也不得已就只能報案來處理 結果自己因為觸犯了竊盜罪 也被移送罷辦 半夜12點 一輛黑色轎車停在空地上 兩名男子從車上下來 手上拿著兩大袋給吸 確認沒有問題後 徒步走過大馬路 包覆的絕緣塑膠被剪斷 露出裡面一根一根電線 原來這兩人是來偷電纜的 但是電纜沒有偷成 反而搭上一條命 不久後其中一名男子自己離開現場 再和另一個朋友回來 原來他們剛剛忘了關閉電源 留在工廠的陳姓男子 才剛落下第一剪就觸電昏迷 他的搭檔林姓男子嚇到手足無措 也是做賊心虛 不敢報警 只找來朋友幫忙 但他們都不是醫生 根本束手無策 最後不得不報警 林姓男子被一切到未遂准線刑犯 當即尚靠逮捕 而觸電的陳姓妾嫌 送醫搶救兩個小時後 人不懼身亡 這兩人都沒有電工背景 只有毒品和切到前科 他們各帶一把老虎錢 就異想天開 打算偷電纜 什麼都沒有得手 還釀成一人死亡 一人被移送法辦的下場 繼續中報道